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胖子被诅咒 结果越吃越瘦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体重高达300磅的比利身上 她是一个大胖子 也是一个大律师 和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 妻子因为担心比利的身体正在督促着她减肥 可无论怎么吃减肥餐 比利的体重都下不来 最近比利正在给一个黑手党的黑老大打官司 因为和法官警察交好 比利轻而易举地赢下了官司 黑老大也因此很感谢她 并觉得自己欠了她一个大人情 最近城里来了一群吉普赛人 他们的不守规矩和随意摆摊让警察们很是苦恼 晚上 比利和妻子还有同事们一起庆祝着案子的胜利 期间他们喝了些酒 妻子一直控制着比利的饮食 这让比利很是不满 为了让比利忘记对吃的渴望 妻子张开了自己的嘴 让她感受比食物更美好的东西 比利一边开车一边享受 没有注意到一个吉普赛妇人走到了马路上 比利刹车不急将妇人撞倒在地 妇人死去了 比利将要面临审讯 法庭对比利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她不耻将当晚的真实情况说出 于是编造妇人冲出马路 自己刹车不急的谎话 法官和警察也帮忙打配合 审判的结果是 法庭证据不足 无法起诉比利 她被当场释放了 从法庭出来后 一个吉普赛老人上前摸了摸比利的脸 并对她说变瘦吧 去世妇人正是老人的女儿 很明显 她的举动是想为女儿复仇 那天过后 比利开始渐渐消瘦 一开始她还很高兴 以为是自己减肥有了成效 可体重下降速度完全超乎了她的想象 两个星期内她瘦了40磅 妻子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于是让她到医生处检查 可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 医生劝她放松些 可比利感到害怕了 她开始疯狂进食 希望能够减缓体重下降的速度 可不管她怎么进食 体重都反降不增 为了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利决定着手调查 最近警察和法官都甚少露面 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 他们也被那个吉普赛老人触碰过 警察的皮肤正在腐烂 法官正在变成蜥蜴 在亲眼目睹了警察那腐烂的脸后 比利更是害怕 警察也在和比利说完话后 忍受不了自己怪异的模样 选择了自禁 警察的死对比利的冲击很大 她告诉妻子诅咒一事 可妻子却觉得是比利精神失常了 妻子和医生商量着 要将比利送去精神病院 比利一开始不懂妻子 为何这样对自己 直到这天晚上 比利回家时看到医生的车停在家门口 这不得不让比利怀疑妻子和医生有一腿 他们肯定是计划着 将自己送去精神病院 然后再霸占她的财产 她绝不可以让这样的事发生 于是她独自动身 打算去找那名老人 让她解除自己身上的诅咒 晚上比利做了个梦 她梦到在游乐场里 找到了吉普赛老人和她的孙女 他们拿出了比利将会瘦死的玩偶模样 比利害怕极了 逃出了游乐场 变成蜥蜴的法官在门口接应了她 可两人还是在逃跑后 被开着燃气车的老人撞死了 比利吓得从梦中醒来 她打电话想要找法官 却被告知 法官昨晚真的发生了车祸 与一辆燃气车相撞死去了 朋友们的陆续离世 让比利更加害怕 再这样下去 她会受死的 于是她加快步伐 寻找线索 终于她找到了吉普赛人的驻扎处 她跪在老人的脚下 恳求她解除自己身上的诅咒 可老人拒绝了 因为她要实行公证 为女儿复仇 比利无计可施 看着自己日渐消瘦 她求助黑老大 黑老大在听说了比利遭遇的事情 和看到她骨瘦如柴的模样 决定要帮她一把 因为是黑手党出身 黑老大的处事方法干脆利落 逼着枪直接来到吉普赛人的大本营 在一番扫射后 老人的孙女婿被杀 孙女被抓 她用老人孙女的性命 威胁她帮助比利解除诅咒 老人无奈只好同意 她拿了一个奶油派给比利 并将她的血灌入其中 老人告诉比利 想要解除诅咒 只能是转移诅咒 有人吃下这个派 诅咒便可消除 当然 她也可以自己吃下 造福他人 比利可没那么傻 她的心中已经有了转移的人选 那便是出轨的妻子 在回家前 她交代女儿出去住一晚 自己要和妻子谈事情 在比利的哄骗下 妻子吃下了派 随后惨死 比利很是高兴 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着 可当她下楼时 却发现女儿回来了 她并没有出去住 而且还吃了一块派当早餐 比利懊悔极了 本想自己吃下派 跟着女儿一起离开 可门铃却在这时响起 是医生来了 比利打开门 热情地将医生请了进门 她的心里想着 这顿诅咒大餐 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影片在房门关上的一刻结束 电影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恶 一开始 比利撒谎逃脱罪责 遭到了老人的报复 为了自救 比利找到朋友帮忙 老人不仅失去了女儿 还失去了孙女婿 比利得知诅咒转移后 打算报复出轨的妻子 结果伤害了自己的女儿 比利这个变瘦的过程 也是人性中的恶 逐渐显漏的过程 最后她因为伤害了女儿而自责 同时也想起了老人说过的话 只有她吃下派 才能让这场恶停止 可在她准备吃下派的关键时刻 妻子出轨对象的到访 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这场有关恶的诅咒 也还在继续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